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外媒热议两会的环节 我们来看看外媒在这个特殊时期是如何解读中国两会的 把时间交给留养 好的 一个 我们看到外媒聚焦中国两会 希望能为世界提供一份有关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答案 来看相关的报道 首先是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 卫生和脱贫攻坚是重点 那较往年推迟了两个多月的中国两会非比寻常 它不仅是例行政治程序 还是中国完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象征 外界关心的是受到疫情影响 中国如何来确保经济的发展 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 和脱斯专家表示说 中国有能力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而与此同时代表委员将非常关注社会领域 尤其是卫生系统 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彭博社 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中国各地正在有序的复工复产 人们出行和消费在日渐回升 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 中国将出台怎样的政策来帮助经济 从疫情的冲击当中恢复 多家机构一致就认为说 今年中国将把稳就业设定为首要目标 稳就业前提是稳企业 保住市场主体才能稳住就业的源头 预计中国将进一步加大 对就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再看路透社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中国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经济社会逐步恢复的情况之下 仍然坚持抓好疫情常态化的防控 时刻紧绷着这根弦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以美元来计价中国4月出口 同比上升3.5% 中国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口和进出口是逆势增长 而中国社会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劲的任性 为疫情的阴云笼罩下的世界 带来宝贵的信心和经验 最后来看德国之声 期待来自两会的中国答案 两会的召开 对外展示中国抗疫成果 对内是凝聚共识 两会所讨论的事项 将决定中国疫情后的发展走向 而比如说 中国将开出何种经济药方 如何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之下 中国是否会调整对外政策 那专家指出说 欧洲人对于今年中国的两会 十分关心 因为中国经济对欧洲而言十分重要 中欧双方应该加强活作 好 这部分就这样 把时间交换给英峰 好的 刘洋